认真听我讲 你们讲话可能要错过几千万哦 为什么电商出来之后 对传统商业是秒杀 老师你好 我是传统行业的 门店开了二十多年了 但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是受到电商的冲击 晚上的价格很低 比我们的拿货价还低 客户一来他就会问我 你做不做得到电商的价格啊 同学请坐 你可改变的空间太少了 因为你给了我一个死局 你理解吗 我就这样 门店就在这 电商冲击又很大 你怎么办 认真听我讲 为什么电商出来之后 对传统商业是秒杀 因为这三个东西他都做到 第一个叫多选 淘宝多不多选 今天你说我要买一件T恤 不要说货比三家 他可以给你做到货比三百家 对不对 按价格排 按评分排 淘宝肯定做到了 来便宜 拼多多够便宜了吧 现在我爸妈买任何东西 林林可以在实体店买的 他都要跑到拼多多去买 因为他们是物质 短缺一带来的 你给他钱他都舍不得花 买个厕所的纸 他都要在拼多多上去拼 他说反正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去拼多多 很多人说你看拼多多卖假货 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你会问商家 你说是真的吗 商家说是的 你在拼多多上买东西 你会问是真的吗 你不会因为你知道那不是真的 你不会嫌弃拼多多 我为什么要嫌弃拼多多 拼多多都不嫌弃我穷 我为什么要嫌弃拼多多卖假货呢 所以消费者不是不能买假货 消费者是不能接受用真货的价格买假货 所以你说便不便宜 拼多多让你便宜到绝望为止 这个下沉市场激荡 好你说便利 京东够便利了吧 早上下单下午送单 所以京东不像个电商公司 它就是一个物流公司 大家看一下在传统电商时代 多选便宜快速搬大电商 几乎都满足了消费者这个诉求 对不对 那下一轮的价值在哪 当多选无感的时候 当用户打开淘宝 搜一双小白鞋 跳出两百页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是幸福 他觉得痛苦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选 当用户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 多选的下一个价值 就是优选 精选和我帮你选 今天晚上你要请你老婆 吃一个你们结婚纪念日的晚餐 你说我们去吃牛排吧 哪一家牛排店最好呢 你会上大众点评 他在帮你选 他有一套算法 大家的评分 对吗 今天女孩子要买口红 我进李佳琪的直播间 李佳琪推给我什么 我买什么 所以从卖场变成了买场 所以小红书上抖音上 直播间里那些博主 他们是用他们的专业 他们的审美 他们的选品推荐 安利和种草 所以内容电商 兴趣电商 KOL的种草和推荐 是基于什么逻辑 是基于用户 相信你的选品 相信你的审美 相信你的专业 然后你给我推荐什么 我买什么 所以原来商家代表的是厂家 我是卖欧莱雅化妆品的 我代表的是欧莱雅 我是卖茅台的 我代表的是茅台 可是今天的渠道呢 今天的渠道代表的不是厂家 代表的是用户 我代表我的粉丝 去找厂家 拿全网最低价 你们基于对我的信任 对我专业的信任 对我审美的信任 我去选品 然后精选 优选 和我帮你选 所以很多人当时说 哎呀李佳琪离不开淘宝 李佳琪消失的那一段时间 淘宝的业绩在持续的下滑 所以双十一马上要来了 李佳琪突然付出了 当天就卖掉几百个亿 好像有点像淘宝 离不开李佳琪 好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 当互联网 今天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了 抖音现在推出了虚拟男友 你们知道吗 教你男朋友谈恋爱 教了三年 他还是直男爱 不会跟你谈恋爱 对吧 你在虚拟男友上 你可以预定 他应该长什么样子 六块肤 头发颜色 眼睛颜色 说话的语气和温柔的程度 你让他像肖战 他绝对不会像王一波 把你哄得开开心心 所以你看今天在互联网上 信息的搜索 购物 娱乐 社交 学习 甚至虚拟男友都出来了 请问人们到线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所以线下的实体门店 记住只有两个方向 对你们来说有价值 第一个叫做极致效应 就是方便 便捷 所以中国最牛的餐饮是谁 你以为是海底捞不适 叫振兴鸡牌 两万家门店 就是门槛低 所以你看密学槟城 为什么资本市场对他的看好 甚至超过了喜茶和耐学的茶 因为他叫极致效率 密学槟城 二三线城市 一线城市都有 他的开店门槛非常低 他的选址要求非常低 我不需要在那里坐着喝 五六块钱的课单价 卖一百多个亿 第二个叫做极致体验 社交场景 线上是解决不了的 各位你多么爱你的女朋友 你可以给她点最贵的外卖给她 但是你们好歹得见个面吃个饭吧 你不见面 你不跟她聊天 你确定她就是个女的 所以线下是什么 社交场和有温度的体验 各位什么叫做有温度的体验 我跟你们讲过 这段前几天我回成都了 有一帮90后的创业者 他们开了个酒吧 你知道他们那个酒吧怎么开的吗 他说张老师 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去露营 但是露营的时间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干了一件事 我们把一座山搬到了房子里 他们真的把了一座山搬到了房子里 他们装修花了几千万 我然后进去之后 那个装修四个字破破烂烂 你知道吗 就是你感觉根本就没有怎么装修 我告诉你 天天爆满 约都约不到 他说你没有时间去郊外露营 那今天我在城市中心 建一座山 搭一个帐篷 让你感觉你在山上露营 社交空间 你们都看不懂的 70后进去说 妈呀这什么玩意儿 80后进去说 就你这装修花了上千万 我记你个鬼呀 90后进去 哎呀好漂亮啊 好好啊 这个感觉好独特呀 你完全不懂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商业综合体 开一个那么大的书店 你看着他不赚钱对不对 其实他不需要付房租 很多开发商 还要引尽量的项目进来 因为他是打造一个体验中心 让爸爸妈妈陪着孩子 可以度过一个周末 时代的生意 他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你花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精力 如果你这个算法 你这个模型 不是时代的模型 只能从亏本变成少亏 从赚钱变成多赚一点点 但是几乎看不到希望和未来 因为你的模型就决定了 你的公司没有希望和未来 你现在这个实体门店 你只能拥抱互联网 你也不要再说 哎呀人家电商的那个价格很低 那怎么办 用户在不知名的情况下 他一定选择那个价格低的 所以你就不要再埋怨 电商冲击了你 你要思考的问题是 你怎么拥抱互联网 而不是跟他对抗 好吧我的信息量很大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掌声鼓励一下 OK